球员们听着教练烧音指挥往返球场练习运球 这里是金融市著名的篮球名校 明传国中 扎实苦练正是明传国中篮球队能称霸全国的原因 不过在疫情期间 用嘴巴吹哨子指导球员的做法 却可能增加染疫风险 因此在金融市议员同志委协助下 有业者特别捐赠金融市政府教育处200个电子哨 希望协助提升校园防疫 让教育处长杜国正相当感谢 他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不用脱口罩 他就可以有效应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今天教练 明传国中教练在上课的时候 他只要做按压的动作 他就会有哨音的功能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同志委议员 帮我们媒合我们情义公司 来捐赠我们电子哨 总共有200个 对我们学生跟教练 在体育活动上面是非常帮助的 从用嘴吹的传统哨子 改成用手按了电子哨 教练表示讲解示范时行动更方便 也能有效减少染疫风险 对球员与教练都更有保障 早期的教练其实都是带着口哨 然后吹 因为疫情现在大家都带口罩 因为带着口罩吹哨子的话 毕竟也比较不方便 所以有了这个电子哨使用之后 我们不用再隔着口罩吹哨子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方便 篮球队员则觉得电子哨的哨声比较一致 不会像传统哨子忽大忽小 有时候还会听不清楚 一般哨子就是要用吹的 然后有时候就是它的大小声音会不一样 然后电子哨就是声音都差不多 就基本上是一样 然后电子哨就是还有其他声音可以换 除了协助体育老师和球队教练外 通知委认为 学校导户志工也能使用电子哨 有效保护学生上下雪安全 我想这个在疫情期间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不用把口罩脱下来减少飞沫的传染 甚至我们还可以给导户志工来使用 我们学生的家长在外面 可以来帮忙学校做导户志工 可以用电子哨来做的 我想非常感谢情义公司 那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呢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 结合社会资源 来给我们教育处相关的学校 有更多的空间 让我们更有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的学生安全 然后学校环境更好 记者张旗潘 金融报道